好 包括接下來 因為現在立法院裡面 有國會改革的方案 預計已經決定了 這個月21號 就要上演這個 複議的表決大戰 那這一段期間裡面 藍綠都會下鄉去辦演講 但是我們發現說 青鳥是不是變成毒鳥 到底怎麼說 我們一格格來看 賴清德現在已經下達 這個命令了 要搭起溝通的橋樑 而且他們第一站 明天就要到花蓮去 有人說是劍指復昆旗 而且包括 民進黨的秘書長林宥昌 會親自 御駕親征 藍鳥對上青鳥 當然藍鳥是民進黨綠營在用的 但是有人講說 他可以適合用藍雀 青雀 藍鷹等等 這個藍鳥是綠營用的 因為有血音的問題 那國民黨首場國會改革 會派到臺南去 會派五戰將 每一個都是大咖 超級大咖中的大咖 那當然國民黨的這個 民進黨的臺南的立委 就開始罵不爽 到時候會不會衝突 我看有點難 因為光是開車要八分鐘 所以要衝突 應該就要除非非常的刻意 那PTT裡面出現一篇文章 他說法院判決顯示 青鳥行動的設計者 劉依涵 他涉及了毒品犯罪 那我們查了相關的這些判決裡面 這位就是叫做劉依涵 劉喬安 大家還記得他 就是這個太陽花的女王 當時這樣的封號 但因為他涉及了一些醜聞 以及包括現在還有毒品犯罪 他是潛逃出境 到現在都還沒有盜案 但有一天他在這個社群媒體裡面說 他很生氣是大家都知道 跟他接觸不行 不能露臉 他碰了活動 大家都會這個活動就會變髒 但是他也出錢出力 幫忙設計 後來怎麼樣抱怨一大堆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網友們都在問 是不是青鳥變成毒鳥了 請教博弈 我覺得青鳥跟毒鳥不好說 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但是太陽花 我們也不要這麼負面 都講這些賣淫 吸毒的 也是很正面的 林非法你看多正面 已經可以領20萬了 賺那麼多錢 黃捷也正過正面 當到立法委員的直飛青天 所以我覺得太陽花 對民進黨而言 還是收穫很多的 但是我還是要說 民進黨的秘書長林又昌 之前講了一句話 他說啟動了 街頭行動宣講計畫 要讓青鳥飛出台北市 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民進黨 對於接下來的立法院 行政院的複議案 他根本就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青鳥活動 到底有沒有如實的 到各縣市 幫民進黨來做宣傳 因為青鳥活動 對民進黨而言 我個人認為 他就是為了2026 2028選舉在做練兵使用的 所以我們聽到很多消息 在青鳥活動 在辦的過程當中 很多綠營的民意代表 是要負責動員的 是要操兵演練的 因為選舉很快 選舉還有三年 對他們都一樣 記得之前的四大公投案 到後來也變成是 縣市首長的練兵前哨戰 你們有沒有練兵 所以我們也要去 公共黨也一樣 台南硬碰 你辦我們也辦 所以民眾黨也辦了 你發現大家都辦了 因為要證明 不是只有你民進黨有辦法 動員這些年輕的人 各黨各在野黨 也都是有實力的 所以我覺得 那在21號是不是立法院 又要包圍起來 又準備在那邊 不是21 因為那個19 20 就要全面對 所以要三天 所以21要表決 而且據說路權都借了 就會有人去 對 所以說民進黨的做法 其實就是政治操作很明顯 所以為什麼舉個例 他第一站去的是哪裡 去的是花蓮 但是民進黨總共要去哪幾站 他要去新北 台南 台中 高雄 台北 桃園 但他首站挑的 確實人口相對少 而且民進黨很討厭的 傅崑崎的大本營 花蓮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柯靖民之前講什麼話 花蓮大地震是老天有眼 再來花東三法 民進黨不停的在擋 他犧牲了花蓮人的權益 但後來他們現在才發現 原來賴清德在選總統的時候 花蓮還有4萬多票 他得票率還有25% 所以他為了去挽救跟穩固 綠營在花蓮的基本盤 所以特別這回才 挑花蓮為第一站來做宣講 所以整個東西原則上 通通都是政治操作 都只是為了縣市首長選舉 在鋪路而已 所以不要想那麼好聽 什麼為了民眾的權益 為了法條的清晰 沒有這回事 對民進黨而言就只有選舉 只要能夠讓他勝選 什麼事情他們都做得出來 好 那是不是真的得罪民進黨 得罪側意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昨天晚上七點半的時候 是健身房裡面生意最好 最多客人的時候 突然有個男的跟他的朋友 開了他朋友的貨車 直接衝撞了館長 在台中的這個分店裡面 就這樣直直的衝進去 還好沒有人受傷 但現場真的很多很多使用者 都嚇呆了 照片上造勢的就是這個男子 他現在林賢被一位殺人未遂 已經收押的這個狀況裡面 那館長直接就覺得就是因為 他平常罵民進黨罵側意 就是得罪這些人 其他人講說什麼面試 不順遂等等 這些都不是理由 就跟當時的保和違意一樣 找一個糾紛來故意來報復 不過警方說他講的這一些 都是這個不實的內容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今天這個下午 早上在立法院裡面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莊瑞雄 這一次不是柯建民 不是老柯 是莊瑞雄本人跟這個韓國瑜 大罵 而且是破口大罵 直接看這一段 你是你點名要等一下 接下來是我講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名我沒意見 請你等一下我有錯誤嗎 不是嘛 他會回到你身上 你喉什麼 我這個叫喉 你這個才叫喉 那你現在 你這個才叫喉 我也可以挑戰你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 那你繼續喊 什麼叫做我正訊 你這什麼態度 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為什麼制止我講話 誰制止你講話 你剛剛才是輪到我 為什麼你又跳過去 我已經說過 等一下會回到你們這裡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血涯會高了 因為你太不講道理了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我的話 甚至還有一段 兩個互罵過程中 還罵到這個靠北邊走 這種詞通通都跑出來 所以韓國瑜整個是大發火 莊惠雄罵得也完全 這個沒有在客氣 但是這個炒成這樣子 確實有一個人很厲害 他就悄悄的走到後面 這個柯建民抽菸 直播直接拍到了 我們直接看到畫面 當大家還火氣很大的時候 這個老柯突然站起來 就一個人自己走到旁邊去 他可能要避開這一些 立法院轉播的監視器的鏡頭 但沒有想到 一樣拍得清清楚楚 他背對鏡頭 從口袋裡面拿一個東西 背對鏡頭 看起來就像是在抽菸一樣 到底是不是抽菸 沒有關係 現在台北市議員已經檢舉他了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 現在就要去查了 查了可能就要罰了 但是老柯好像 永遠都不怕這些事情 剛剛韓翰已經特別講到了 19號 20號都要審查 21號要表決 三天立法院繼續再來包圍 請教我看 剛剛那個柯建民首相已經有講 他承認是抽菸 坦承 對 他就說願意受罰 那是罰兩千到一萬 最高罰一萬 他是不在乎 不是 他可以 他在立法院這麼久 他是可能他習慣了 但是野害防治法 已經規定不可以這樣做 有錢有一根菸一萬塊 不是每一次都被拍 他這個有拍到 因為剛剛耀卓講說 不知道確定是 觀眾朋友 導播再放一下 確定是 因為有菸 你看他離開的時候 那個有菸飄出來有沒有 所以就還蠻清楚的 還有沒有拍到菸 那當然因為以前超級協商 本來就會有一些立委都會抽菸 可是現在嚴害防治法 就在直接超級協商過程中 洪院長時期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罵成這樣還抽 那就真的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 他可能壓力大 因為那時候其實 你注意看 那個韓院長生氣的時候 周恩來還過去 跟導播剛剛那個畫面 他還去 他還去 對 就韓院長以前也沒那麼生氣 那莊榮雄委員也就壓起來 很簡單 他們是按照黨團算 所以黨團的話 就是藍 白 綠 藍 白 綠 藍 白 綠 這樣三輪發言 所以吳四瑤講完以後 吳四瑤是綠的第二輪 應該回到藍的第三輪 就這麼簡單 可是那時候 確實韓院長有才是他 在早上的九點 這個幾分 那個時候 三十一分的時候 他有直接跟他講說 那請莊榮雄委員發言的時候 洪光昌提醒 韓院長說沒有啊 你不是說要輪嗎 所以他才轉過來 好 那第三輪 由國民黨的洪光昌發言 所以才會引發剛剛的紛爭 所以莊榮雄說 你才是我嗎 但是其實大家都看得懂 就是三輪 三輪發言 到第三輪的第三位 也就是第九個發言的時候 就會是莊榮雄 但是因為民眾黨的黃國昌 他只帶了吳春晨幹部 那他都沒發言 所以黃國昌一個人發言三次 所以他們就在上台說 為什麼他可以講三次 因為他是代表民眾講三次 然後國民黨林思民來 所以洪光昌講兩次 然後洪光昌講一次 我只能說兩次 真是無聊 無聊透頂 那個館長 那事情你怎麼看 基本上因為我有點驚訝 因為這是剛剛我們開播前 這個已經收押了 那以殺人未遂收押 因為基本上你看那個狀況 他撞進去 到底是不是因為得罪民進黨 所以我才覺得 檢方才更不要給大家這種聯想 如果他是民進黨派去撞的 怎麼會這麼嚴重 因為他其實是很明顯的 他去撞 但是他的理由 你也不要盡心 他說他去應徵那個健身 跟上一次開槍的那個過程 真的也蠻像的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當事人 他你知道嗎 車主站在旁邊 開車的人撞完又要跑掉 車主留在那裡 因為車是他的 對 車主 然後你那棍當中看起來 並沒有要朝人撞 可是檢方今天的意思是說 這是個健身房 就會有人健身進進出出 你卻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叫開車意圖 殺人未遂 收押 他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也是覺得一頭霧水 這個柯建民 柯總召 天不怕 地不怕 抽煙怎麼罰 繼續抽 但是有一件事他屁屁出來 嚇到了 為什麼 他本來寫了一篇 他去看了蔡英文洋洋沙沙 很文青的 死了好幾千字 那裡面有講到一個很敏感的 其實我本來沒有讀到這裡 因為他實在太長了 但他刪掉之後我才驚訝 他怎麼會寫說 蔡英文下達三點命令 第一個 不分派系 堅定支持賴清德 高度團結等等 這三點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最有問題的是 蔡英文怎麼會對民進黨下達軍令 這個事情太驚訝了 後來就把這一篇整個刪除掉了 柯建民天不怕地不怕 第一次看到他發抖 記者問他說你為什麼刪文 他緊張到說 你不要再為難我 我第一次看到他會緊張答不出來 是不是有兩個太陽之爭的問題 郭正亮就說 當然 李登會掌權之後 怎麼去撲殺這些非主流 所以現在連鄭文燦 對於兩岸的議題 他都瑟瑟發抖的 但林楚怡說 許曉星聲明也改四次 不要見縫插針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許曉星指控王毅川的資料 來自賴清德的親信 總統府說是惡意 賴清德總統跟四方電訊 相關人士都沒有往來 跟你沒有往來 所以是跟蔡英文往來 還是跟誰往來 你要講清楚 還有包括中華電信的 這些16個子公司裡面 都是綠營的人派系裡盤踞 然後底下這些人 可能都自己的親屬 吃香喝辣 還睡覺 還是不用認真的工作 還有另外一個許曉星 他也在報一個料 說王毅川在6月11號 下午1點左右的時候 要去北檢的時候 在路上兩度違規 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分別是在台北市的路口裡面 準備要過馬路的時候 紅燈就直接過去 闖紅燈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也是準備要左轉 左轉也是一樣紅燈 他也沒有再跟你管那麼多 也就是路口這個地方 看起來像成德路 準備要左轉 接著也是直直就跟你過去了 都沒有在怕 但是問題是因為 徐曉星還有公布另外一張照片 那一張照片 很像我們在週刊看到跟拍的 非常的清楚的照片 而不像是行車記錄器拍的 曉星公布照片 都是別有特別的安排 所以現在民進黨立委就說 你如果是不小心跟到的 有人檢舉的 怎麼可能還有這麼清楚的 這個他走來走去的照片 你秘密就是監控他 然後王毅川說 自從他被中共被共產黨 點名他是台獨之後 就一直有人跟蹤他 當天早上有人從桃園 就跟蹤他了 他覺得就是一個監控 而且是跟這個兩岸有關係 其實他在2023年 去年年底的時候 當時他選立委 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這個當時就有一個狀況 他發表交通三件 就是要把交通弄好 結果他也是一樣 被民眾抓包他闖紅燈 所以是怎麼樣 是超前部署去跟監他嗎 徐曉星說不可能 我怎麼那麼厲害 一下跟監他 一下又去監控民進黨的 黨政的會議 請教博弈 先講一下 柯建民點菸跟這個 莊雷雄委員跟韓國瑜院長 吵架這個協商 最後的決議是什麼 兩點 一點是 下週三 四 十九跟二十號 要由卓榮泰到立法院說明 然後下週五 二十一號表決 就這樣子 他的決議這麼簡單 結果結果還可以炒成這種程度 我才知道真的是莫名其妙 民黨真是為反而反 這種東西有什麼好炒的 炒一個多小時 對 炒一個多小時 就只是確定什麼時候報告 就無聊 對 真的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為了反而反而已 接下來我要講就是 關於王毅川的事情 我覺得這非常妙 王毅川的專業是什麼 交通 海東 是 交通局局長 對 他的專業是交通 結果去年度他闖紅燈 已經被抓包了 他到完線之後 今年再闖 而且是連續闖 他去年就說不再犯 對 就今年繼續闖 而且連續闖兩個 闖完之後 他在翠上面發了一篇文章 大家就看一下 那篇文章沒有道歉 他只講說什麼 他是因為被制裁之後 被人跟蹤 然後讓他心生畏懼 影響到他的人身安全 完全在轉移話題 然後還補了一句 他說該繳的罰單會去繳 不然你違規了 有種你不要繳 所以他不想繳 我不曉得 這講的是插話 你違規了 有種就不要繳 這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他從頭到尾 都只是把責任 歸咎給別人而已 第一個我覺得好笑的事情 再第二個我覺得更好笑 他在上面的文章寫到 他心生畏懼 請問一下王毅川 你是心生畏懼 所以害怕他闖紅燈了嗎 不是 跟人沒有關係 你不是因為被人跟蹤 很害怕 所以闖紅燈 你是因為個人為了想搶快 所以連續闖了紅燈 但是所有的話都過究到 我心生畏懼 是有人跟蹤我 完全在模糊焦點轉移話題 這是民黨最擅長用的方式 就是顛倒黑白 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成黑的 然後那些他的支持者 通通都相信了 覺得他好棒棒 但問題結果是什麼 結果完全沒有解決 我真的想說 王毅川你覺得有人跟蹤你 我沒有意見 你想要去報警 我也沒有意見 但問題是你現在是被檢舉 人家是檢舉你違規 如果你真的抓到 有人跟蹤你 你該怎麼做 該怎麼罰 我都沒有話說 有沒有跟他的 不知道有沒有跟到別的 就不知道 對 這完全是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他就隨便就說人家跟蹤他 他就說從被中國制裁之後 就鋪天蓋地的 遭到不明人事的跟蹤 他怎麼不報警 我不知道 對 到底真的假的也沒有人知道 那共派人跟蹤他 他應該要報警 危險這麼久 沒有話說 到現在被人家揭曝說 他有違規闖紅燈之後 才開始扯一大堆 扯東扯西 扯天扯地 我覺得這種做法 真的突顯了王毅川內心的心虛 非常嚴重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